我们这期继续讲AutoQ 这次的开局发生在一个火车站中 故事的主人公还是江湖川游历子 最新型高速列车到7号就要启动 希望能够乘上这个列车的人们 在各自想着办法 游历子作为记者 在车站从控制台开始参观 这个列车装有JFOME装置 时速450公里 而这个少年的叫做Itachi 在日语Itachi意思是黄鼠狼的意思 就是YOU 我们叫YOU君好了 他平时在火车站附近做擦鞋工作 游历子经常出差 所以和游历子也比较熟 因为非常想要乘坐到7号 所以和自己的伙伴连体架装成年人 最终也成功混上了车 不过这些列车员大概眼神不太好 而万成木这边正在采访一个教授 他们研制出了人工生命体 暂时用1号命名 人工生命体M1号 智力和人类差不多 是由果冻状的物质产生 而且如果不用特定的保存手段 就会疯狂的生长 这个产品需要立刻送到大阪的研究所 不过在确认货物的时候 却发现这个箱子是万成木纯的 原来沪川一平拿错了箱子 现在的他正要赶往到7号 一平在车上汇合了邮里子 列车终于出发 到7号只需要开始时手动操作 后面的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来搞定 六军和他自己的伙伴 伪装新闻记者的身份混上了列车 这个时候呢 沪川一平也察觉到自己拿错了箱子 同时进来了两个安保人员 将沪川一平的箱子拿走 原来是万成木纯觉得一平拿错箱子 特意给车站的负责人打了电话 但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某个不知名的新闻记者 擅自打开箱子拍照 闪光灯照射后的人工生命体M1号 在刀7号的内部急速生长 自己跑出了箱子 而因为箱子存放的地点在驾驶室附近 所以M1号跑出箱子后 把驾驶员吓跑 自己站到了驾驶室的座位上 一吐乱操作 这时因为在拆穿伪装逃跑的右军 也来到了这里 不过他看到了M1号 以为是到7号列车的特殊安排 没有察觉到M1号是个怪物 因为M1号的操作 现在电车已经失控 为了全车人们的生命 采取了把车头控制系统 和车厢分离的操作 但是这样的操作结果 右军也被困在了车头 因为乱操作 车头的控制系统已经开始爆炸 而列车管理方面已经做了紧急措施 但是只有80%的成功率 能保证孩子安全 在列车快要大到指定地点的时候 M1号不知道为什么爬上了车头 最终虽然列车停了下来 不过这个停车方式很暴力 而孩子和M1号 直接撞飞到了宇宙上 很浪漫的一种结局表达方式 不过现实是不可能的 这期我个人的理解是规则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某个记者不守规则 M1号就不会出现意外 如果不是右军不守规则 或同伴伪装上列车 还在列车探险被发现 最后逃到车头 也不会遭遇不幸 希望大家能够多遵守规则 重视规则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支持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